欢迎收看UHM病人与家属学习中心制作的科技小贴士 今天我们会学习如何使用你的手机或平板电脑连接UHM的无线网络WiFi 首先寻找设定Setting程序 它是一个浅灰色的正方形,上面有个齿轮 在我的屏幕上,它在右下角 如果你在页面上看不到它,请向右滑动以查看它是否在下一页 向左滑动可以返回前一页 当你找到设定小程序,点选它 我们会去到设定选单 寻找WiFi无线网络这个选项,然后点选它 现在来到WiFi无线网络设定页面 如果这个图案是蓝色或绿色的,这代表这个装置的无线网络已经启动 如果它没有启动,点选它已启动它 然后你会看到附近可供使用的WiFi无线网络列表 如果你身处医院,点选UHN Guest Wi-Fi 你不需要输入密码 如果你使用安卓手机或平板电脑 Connected这个字会出现在UHN Guest Wi-Fi下 这代表你已连接互联网 如果你使用苹果手机或平板电脑 在UHN Guest Wi-Fi的左方会有一个T号表示你已经连接互联网 现在你知道如何连接UHN的无线网络了 多谢收看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,欢迎致电416-603-6277 或电邮tgpen atuhn.ca联络我们